我们关于妇道啊 妇人那些事先说到这儿 简直一下而已 那么还有很多很重要的细节 有机会再说 我们前面 拉了两节 就是这个五臂三缺啊 他缺 这三缺 才说了命 那这好像就很重要 其实我们论玄学的话 这个命是生生不息的 你走了以后还会再来 但是还不一定到这儿来 反正轮转了 回就这个 但是肉身 我们现在普遍都认为它是命 那么人活一世 当然也没错 所以注重的是 当下 佛还不太强调 那道家 也有其 吸你这个身体 练功啊 他连身体是一起要练的 不光是进功 动功也有 那么有这一口气在 借助你这个身体 你可以做很多事 那么命理学 如果说这个人 身体有缺 身体很不好 那么 这格局一下就下来了 就很多事注定你 身子无福消瘦 那就很惨 找对象 可能都不好找 找一个也跟你一样的 残疾 我有一个道友 跪坟地 跪了十几年 练的是阴功啊 红花 绿叶白莲藕 就那个民间教派 合肥的 曾经的白莲 但是他苦修一身功夫 没有想到人间的快乐 那不令外高 他心里也是压抑的 何况他练的阴功 面部啊 你虽然说练功 但是面部反而是显得更藏老 都是阴气 跟鬼打交道 他们之间有很多故事 其实我们前面那个心里 好像说过一点 那么 他说 我要钱的 我都不要命 别人 那求这些 神鬼狐仙 都是 说 哥能不能长述一点啊 身体好一点 那我身体 也没问题 其他的都缺 你看他也缺财 其实他这个东西啊 练阴功 当然对阳兽也不好 也就缺病 能说更普遍的 就是干支阳 入了悬门 其实你打挂 侧命这些啊 我们知道 山一星相符 他只是排在后面 练功 同神 这才是更高级的 那么 你不断地 进入人家的因果 或者说 想试图 逆天改命 你真的有那么厉害的话 也要遭受雷劫 遭受 多少年一次的天结 成就了 也要遭受天 这不是让你 想通过这种 取巧的办法 是不是 敲门是 那每个人都这样 那老天 这个道怎么运软 你动不动 跳出太阳系 不在五行中了 那本来 干你销售的 这个命 你还没销完 投机取巧 当然了 你如果成就了 你回来 跟别人 聊得很好 也行 这也算给你个机会 那一般人 还是达不到 所以就要缺命 算定天地 起码你眼睛要瞎的